现在房价走势不明朗,有一部分人咬咬牙狠心买了房子,还有一部分人觉得现在房价太高,未来房价一定会降,不愿意买房而选择租房住。 这两类人在五年之后生活会有什么差距呢?买了房的人分为两种,第一种是全款买房的人,这类人有房子却没有房贷,生活非常的轻松, 手里有余钱就可以去消费,旅旅游什么的放松一下,不存在精神压力,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这种人拥有着所有人都羡慕的生活状态。 第二种是贷款买房的人,这类人的生活压力在五年之后压力肯定是非常大的,不光生活上要省吃俭用,工作上也不敢有什么闪失,甚至要额外加班,没有多少闲暇时光生活被房贷所束缚。 此外,五年后的房价谁也无法预测,这类人群还要承担房价下行,资产缩水的风险,但是他们有了自己的小窝,不用请。 这位是庞泽川老师,庞老师是位职业预测师和风水师,如果你对自己的视野、感情、前途有什么疑惑,欢迎关注庞老师公众号,WNM6768。 被根据工作地址随意切换居住地址,但是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房租上涨的压力,这类人内心是迷茫的, 他们无法预测未来的房价走势,一直处于观望状态,甚至对未来有时候充满恐惧,担心房价越来越高,自己在买房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。 此外,这类人群在婚嫁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优势,买房与不买房的生活差距还是很大的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,如果是你,你会选择买房还是不买呢? 以后,你会选择习房范 delegate、你会选择习房 perfect点后,有提供新参考中, 不买房看起因的哦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